中国乐视集团以14亿的价格叫卖总部大楼 但是中介公司说楼盘很难脱手 九九等不到贾跃亭回国的乐视 似乎终于走上了变卖物业资产以换取资金的末路 物业被认为是乐视剩余的为数不多的有价值的资产 可即便这样多家公司都向记者透露卖楼难度巨大 一位售楼员店长告诉记者 大家都知道乐视大厦处于抵押之中 乐视又有债务纠纷 这对买家来说犹如一个烫手山芋 今年四月份 异道创始人周航怒斥乐视 称乐视控股以名下乐视大厦作为抵押 以异道为主体 获得了一笔14亿元的联合贷款 周航的这一言论将异道推入舆论漩涡 也将乐视大厦的金融操作公之于世 也许对乐视来说 最可能的还是走司法拍卖途径 很多人都没有给予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